佛光山基隆的极乐寺宗门馆新春特展 现在正在展出艺术家林雨景的创作 以动物女容化为联想 描述生活中的诙谐和童趣 每一只都古灵精怪充满个性 让观者在欣赏的当下忍不住会心一笑 古怪表情的兔子 神情不悦的发痘 每一个小动物就好像人类一样 表情超丰富 艺术家林雨景透过画笔将动物女人画 描绘出生活中的诙谐与童趣 画画的主角有兔子 猫咪跟发痘 然后主要是因为以前有养过这三个动物 然后所以他们来做女人画 就是平常生活中的观察 然后把他们转换成画作 跳脱以往展览方式 展现创作者童心未眠 林雨景有一座山特展 宪政局佛光山极乐寺中门馆展出 每一幅作品都充满个性的灵魂 从动物的一个表情 可以让我们看到 探索到内心里面 我们的一些情绪想法 还有内心的一些秘密 大家看了之后都会会心一笑 那也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天真的心 林雨景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 风景样貌截然不同 透过艺术传递心念如同佛法信仰 希望能让观者在欣赏作品当下不自觉嘴角上扬 散播关系重温童年纯真 因为是台北基隆 综合报道 未来的帮助 未来的这是期待了 未来的地方 未来两条